Hello 大家好 今天为止给大家介绍的是韩国小女孩 渴望被美国人领养 却不知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阴谋的电影 芭比 纯朴善良的韩国少女顺英 上游智障的父亲 下游身体沉弱的妹妹 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好在家人依靠着叔叔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但叔叔也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一天她领会了一对美国妇女 表示如果顺英被美国人史蒂夫领养 那么就可以去国外租大房子 吃好吃的 上最好的学校 尽管家里非常贫穷 但顺英却不想离开妹妹和父亲 不过由于叔叔已经跟史蒂夫说好了 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因为顺英的护照还没办下来 所以这对英国妇女得在韩国住一阵子 然而这却引起了妹妹顺子的不满 在她的眼中 去了美国就可以过上公主一样的生活 所以她接风百计讨好史蒂夫 认为只要美国叔叔喜欢自己 那么就可以离开这个家了 在得知姐姐不太想去之后 她祈求顺英把机会让给自己 第二天 孩子好早饭 端到叔叔的面前 希望他能同意 然而叔叔却以顺子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 而顺英这边 她之前在沙滩上赶走了纠缠美国女孩巴比的孩子们 两个小女孩就这样建立起了友谊 这天 顺英在沙滩上卖小饰品 由于不知道汇率 她收下了巴比的一百美元 回家之后 妹妹告诉她这是诈骗 自己要去把钱还给巴比 但她拿到钱之后 却来到商店 购买了化妆品以及漂亮的裙子 而在看到姐姐和巴比的关系日益清静 却连美国叔叔都亲自从她回来之后 就更加的嫉妒 她主动找到史蒂夫住的酒店 用自己憋脚的英语讨好妇女俩 但是相比较于爱讨好人的顺子 巴比比较喜欢单纯善良的睡婴 希望她能成为自己新的家人 两人在这段时间内玩得非常好 但之后父亲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表示准备换一个人领养 要把妹妹顺子带到美国去 巴比对此非常的不理解 直到她听了父亲跟别人通话 原来史蒂夫想要利用跨国领养 来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小女儿寻找合适的医治者 因此她开始才会一直阻挠女儿和顺姻交朋友 免得到时候她伤心 在她的眼中 领养一个所谓的女儿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亲女儿 所以她改变主意领养顺子 这样女儿才不会伤心 反正这一切的巴比 本来想毁掉顺子的护照 但想着妹妹还在美国等待着自己 她最终没能下得去手 而顺子直到自己要去美国之后非常的高静 她拿出多年的存款给姐姐换好妆 带着父亲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还要求叔叔给自己买了两部手机 其中的一个给了姐姐顺英 表示到时候会往家里打电话 顺英只要接电话就好 这样就不用花钱了 还说自己到了美国会努力赚钱 把姐姐和爸爸都接过去 第二天顺子坐上了美国人的车 巴比坐在车里不敢指示好友的眼睛 只是塞给了她一张纸 等到车子远去之后 顺英打开了纸 发现上面写满了对不起 她好像知道了什么 一路追出去 却再也追不上满心欢喜 期待着要去美国过新生活的妹妹 韩国的伦理片非常的引人深思 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很多人会讨厌妹妹顺子的心机深沉 为了得到去美国的机会不择手段 可是 在她得到这个机会之后 好像突然恢复了小孩子的童真 为了节省花费 让姐姐顺英只用机电话 还要赚钱买机票和家人去过好的生活 柔和起来就是复杂的人性 如果她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会这样早熟奔向成人世界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